噢 剛剛有成功耶 只不過後來撞上中間的護欄 就停下來了 還翻了一圈完美的落地 哈囉大家好 我是上夏天 最近夏天呢 又研發出一種非常有趣的設定 我稱它為 徹走車 那這個徹走車呢 也就是讓車子只用單邊的輪子就可以開的設定 非常非常神奇 待會也會給各位觀眾看這輛車的設定喔 那在影片開始之前 希望還沒訂閱的觀眾朋友們幫我按個訂閱 打開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有趣的新影片 先跟各位說 這個讓車子只用單邊輪子走的設定呢 它的困難點就是在於 要讓它維持平衡 而卡巴勤這個遊戲呢 偏偏很難做到這點 平常開車就滑到快要哭了 所以懸吊以及重心的部分 就需要花非常多的精力去嘗試 就算能讓它單邊走 也沒辦法維持太長的時間 那我們先來看看設定吧 這邊升級的部分 全部都改滿 輪胎的話 選中間的或後面的都可以喔 再來 持筆的部分 各位可以在這邊按暫停或者是截圖喔 然後懸吊 一樣是按暫停或截圖 最後 重心的部分 這裡比較重要 各位可能要慢慢調 盡量調到一樣的位置喔 好 那我們馬上來開這輛車吧 Let's go 在開始駕駛之前 也要先跟各位說 輪胎的部分 是不需要燒到0%的 然後輔助系統 全部都關掉 使用AWD四驅模式 那一開始呢 我們先左右甩 讓輪胎的溫度達到黃色 達到黃色之後呢 輪胎的抓地力就上來了 我們就可以開始嘗試讓車子左右搖擺 多試幾次 因為這個沒有那麼簡單 在快要翻倒的時候 馬上把輪子轉過去 就能支撐住車身 達成側身滑行的效果 等一下 我會放成功的畫面給各位看 基本上 一開始練習的時候 不是滑不起來 不然就是翻車翻過頭 那車子多動幾次沒關係 反正修車不用錢的 零多賣相比較差啦 一開始真的都會這樣子翻 等你多試幾次熟悉了之後 就可以維持住這個平衡 那我們看看成功的畫面吧 欸 有 欸 有 剛剛成功了 大概 一秒鐘 兩秒鐘左右吧 不過後來還是翻掉啦 這個真的要多多練習 喔 剛剛有成功欸 只不過後來撞上中間的護欄 就停下來了 還翻了一圈完美的落地 我們繼續嘗試 如果這個路再寬一點的話 我們就可以維持更長的時間了 不然一直撞牆也不是辦法 有有有 這個可以 這個可以 我覺得很讚 好啦 那這邊也就讓各位自行去慢慢嘗試了齁 畢竟你們都知道怎麼設定了吧 好 那這次的實測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這次的玩法也需要花一點時間熟悉操控啊 要自己去抓那個時機跟感覺 跟當初練甩尾一樣 有一定的難度 如果練不出來的夏粉 看這部影片開心就好了 畢竟真的不簡單 那如果有成功的夏粉 也恭喜你 記得在底下留言你的技巧以及感想喔 那最後這部影片也有抽獎活動 這次抽出兩名幸運的觀眾 可以在夏天的塗裝商店 CP MLS 免費挑選一輛車 不限金額 也感謝各位一直以來的支持 我們塗裝商店的銷量也突破300輛 各位可以在上面找到自己喜歡的塗裝並購買喔 商店連結我放在底下說明欄以及留言區 你只要訂閱 按讚 留言 就可以參加抽獎活動 那抽獎活動的得主 會在一個禮拜之後 在頻道首頁的社群那邊公佈 各位到時候記得要去看喔 如果你喜歡這類型的影片 或者是夏天的頻道 記得要訂閱 按讚 分享 不要忘記打開小鈴鐺 感謝各位的收看 我們下次見 掰掰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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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